疫情缺緩 19日本土新增15747例 已经连续16天 比上周同期下降 20日开始按原定计划 室内口罩令解除 像是逛百货 大卖场 超市超商 看电影 都不必再戴口罩 但民众还是会怕怕的 我觉得还是会戴一阵子 因为毕竟营养成习惯了 另外进饭店或餐厅吃饭 不必再戴口罩 但如果是吃buffet取餐 或进电梯要不要戴呢 饭店业者 喜来登 元山 金华表示员工一律带 消费者则自行决定 军月则表示员工一律带 客人部分会柔性劝导戴口罩 而10日起 室内空间仅剩医疗运所 和公共运输两大区域 需戴口罩 但也有分别 搭台铁或高铁进入闸门后 像是月台车厢才有强制性 如果在非付费区的车站大厅 或美食广场 则可以自主决定 捷运部分则是进入协运站 就需要戴口罩 还是会戴口罩 我觉得戴习惯了 就比较不容易感冒 我才刚确诊完 我还是会戴口罩 大家都不戴口罩的话 才会一起不戴口罩 大众工具之外 那计程车救护车 还有富康巴士 也是在新制当中 仍然需要戴口罩才可以达成 随外校园口罩令部分 需等到三月六日起才松绑 所以原则上是进入校园 就要戴口罩 但是教育部提出三原则 包括是课程需要订定 尊重学生意愿做好沟通 和不强迫与缠除的方向去实施 因此到时各校可以自主决定 是否佩戴口罩 另外专家也建议 四种情况最好还是戴上口罩 像是有发烧呼吸道症状 或是年长者免疫低下者外出时 以及人潮聚集通风不良场合 或是与年长者免疫低下者 密切接触时 口罩令大松绑 但不少民众认为 还是会再观测一下 再来决定是否脱下口罩 这余盛行阳宗殿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